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些美洲360 又是我的索纳 哇 进入绿越 汽车市场真的是非常的闹 有很多的车企都在同一天 发布了旗下的大改款车型 然后 也有很多车企 选择了 发布他们的小改款车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则新闻 Produa Myvi 终于有了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诶 不对 不是马来西亚的Produa Myvi 是印尼版的达号数Serian 那在外观方面呢 它和我国小改款的Myvi 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只是换了一个Dihatsu的logo 但是 重点是 印尼市场赢进了三个 非常重点的配备 那就是 它加入了带有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功能的触屏主机 然后它也可以用语音控制 来调整车内的一些 功能 还有 印尼原厂在车内加入了空气净化器功能 那虽然在车内它增加了很多的新的配备 但是 对于主动先进安全配备方面 它完全可以说是零分 它只有最基本的VSC EBD那些而已 在我国Myvi上面看到ASX3.0 ACC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功能 它都是没有的 来到引擎方面 在印尼市场 它跟我国一样是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1.3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跟1.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详细的规格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那印尼市场给了这么多车内的娱乐系统 但是它又少了先进安全配备 可是车价它又比我们更贵 你们觉得它值得买吗 第二则新闻 Lexus RX 正式全球发布 它是基于GAK平台打造的车型 那它在车身尺寸方面 其实都有一定的加长 Lexus最著名的是什么 防锥式的水箱护罩 跟 倒勾式的LED的行等 我们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但是呢 原厂就在它的水箱护罩上面 加了一个和车身同色的护板 让它看起来 整个前脸 更加的霸气 更加富有肌肉感 而车身侧面 其实它和上一代车型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原厂进行了一些更为运动化的改变 然后在车尾方面 他们加入了贯穿式尾灯 这个贯穿式尾灯 哇 它点亮后视觉效果 非常的惊艳 内饰部分 这款车遵造了雷克萨斯家族 最新的内装设计语言 包括了全液晶仪表 和14寸 大的触屏主机 那这个触屏主机呢 其实集成了非常多的功能 那在这里就不意义为大家介绍了啦 大家可以等实车来了之后 慢慢的去看 不过呢这个全形简约风的设计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有科技感 跟上一代RX完全是不同的 引擎方面呢 这次的RX全系都是四缸的引擎 它有着2.4公升的Volumn这样的引擎 以及2.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再加上不同的 混合动力系统 来打造出不同的车型的区别 详细的引擎配置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做的图表 来看看 不过呢 RX450H Plus的PHEV车型 现在是还没有推出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的数据 只能留空啦 我们来说说看 最强大的RX500H 它拥有最大马力表现 360HP 峰值能力 550Nm 不要误会哦 这个不是在 柴油引擎上面 这个是在汽油引擎 加上混合动力的情况下达到的 而且它还有在RZ 电动车上面 首次看到的Direct4 智能4G系统出现 相信它整体的操控表现更好 以后 我们可能可以驾着Lexus 去Pack1了 第三则新闻 又是SUV 又是新车 哇老耶 你可以不要选在同一天嘛 这次是BMW的X1 它将基于全新的 FAER平台打造 它在车身尺码方面 都有加大 然后呢 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外观和内饰设计 看起来 哇 非常的具有科技化 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 你们还记得上次在小改款3 Series上面出现的 到L4的那个 车头灯吗 这次 它又在X1上面出现了 看来这个是宝马以后 除了分离式大灯之外的另外一个家族式设计了 当然不可忘记了 宝马标志性的 双盛型水箱护罩 也跟着放大了一点点 这个设计啊 在我看来 它是比起上一代车型 更为奢华 更为好看的 你们觉得怎样 车尾呢 它跟很多的宝马一样 都用上了那个最新的 3D L-shape的 尾灯组设计 嗯 看起来 立体感十足 来到内饰 新一代车型 什么最重要 已经是够先进的内饰 才可以吸引人嘛 它搭载了宝马最新的iDrive 8系统 也就是那个在iF上面看到的双联屏设计 它的全眼镜仪表跟它的中控触屏主机 都是10.25寸的 虽然尺寸看起来不大 但是它看起来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它的触屏主机是支援OTA在线升级功能的 这个也是全新的车型 应该要有的功能吧 再来就是 它的鸡腿式排胆杆没有了 蛤 宝马没有鸡腿式排胆杆 哎哟 我的经典呢没有了啊 它换成了全新的推感式的 换挡机构 那这个设计呢 它看起来更为小巧 也更为方便用户的使用 引擎部分呢 这一次 原厂有三个不同的引擎配置 分别是1.5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详细的数据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和大家追溯了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做出的列表 来看它每个 不同的引擎配置之间 到底有什么差异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2.0公升的 温轮增压引擎啊 哇哦 它的动力 蛮不错一下了哦 216hp 360Nm 放在两个小型SUV上面 绝对是非常够用的 除此之外 在大高一款车型上面 宝马也引入了 电动版本 它叫做 IX1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是比起燃油版的 更为强大一点点 那它达到了 268hp的最大马力表现 不知道你们会选择 电动版本的IX1 还是选择内燃机版本的 IX1呢 留言区告诉我们 讲完了宝马 哪里可能不讲奔驰咧 第一次的新闻就是关于奔驰啦 就在上个星期 他们就发表了全新一代的GLC 哇 这个外观 这个内饰 哇 很吸引我咧 我们接下来看下去 新一代的GLC 很好地维持了 稳重 豪华的外观设计 同时 又加入了一点点 运动化元素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前脸 哎 好像有点熟悉啊 不过 这个是奔驰的家族式设计啊 三盲星的logo 再配上 蛮大的水箱护罩 一个刀片式的横条贯穿了它 加上一个全新的LED大灯组设计 听说还有Digital light 看起来 可以照得更远 更安全了 来到尾灯组 这个设计呢 它看起来好像在那里看过的 C-Class 是吗 你们觉得呢 不过啦 我是觉得它的微箱设置的有点高 可能我去一个要搬中午的时候 就有点麻烦了啦 再来我们看看内饰 哇全新S-Class 自然 它就是怎样的 嗯这个质感 看起来非常好看 12.3寸的全夜景预表 11.9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加上奔驰必不可思论64射氛围灯 哇科技感十足 你们喜欢这个内装吗 留言区告诉我们 动力输出部分 目前在国外发表的只有GLC300一个车型 也就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ISG电动机 这个引擎呢 它能输出最大马力表现 258HP 峰值扭力 400Nm 然后加上了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能够额外提供23hp马力 以及200Nm的扭力 让它的0.0加速只需要6.2秒 就可以完成 除了这个动力之外呢 我们相信 未来 奔驰应该会推出更入门的 GLC200车型 来符合更多市场的需求 讲到了家用SU1 我们来讲一款顶级超跑 AMG1 哇这辆车又厉害了 它是搭载一个1.6公升的V6引擎 1.6V6 这样你就肤浅了啦 它搭载的是F1引擎 F1 那这个引擎呢 它搭配了4个电动机之后 它能够输出 1049HP的马力 在这么强大的输出下呢 它的0到200 只要7秒 不是0到100啊 0到200 7秒 我车 0到100 7秒 不可能啊 这款车也不贵啊 售价值300万 美金 是美金不是马币啊 而且这是不包含税务和选配的 要是来到我国 我们预计它售价会超过2500万 不过呢 你有钱也买不到啦 因为它只有275辆 而且在发布前 已经被全数订购了 那根据我们得到消息呢 马来西亚 很可能有 两位车主哦 你们觉得是谁呢 反正不是我啦 会是你们的朋友吗 在下面 给我们见识一下 顶级富豪 看完了顶级超宝 我们来看点比较平民的车 最后一则新闻 是Toyota Amanza Veloz 开放预定了 那根据销售员给出的预售价呢 这款车的价格是 91千马币起跳 这款车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为大家叙述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观看我们之前做过的视频哦 好啦 以上就是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那大家对于上个星期的新闻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把我们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不要忘了 Follow我们的IG TikTok 还有小红书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